你 谁能想到呀 这娄家形势也太不讲究了 这前脚和何氏退亲 便兴冲冲地跟程家定亲 后脚又和程家退了婚 这转眼又要重启 何氏为心腹 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也不能怪娄家 主要是何家太可怜了 都城里人人都盼着 何昭君能有个好归宿 那个程家娘子 也是没孕得很 无端被退亲 日后怎好再谈婚事啊 就你心上还替他操心 那程家四娘子 秉性乖张 行事不断 那向你稳妥持重 他日啊 定有好福气 城门是个小货 他们教养出来的小娘 怎能与郡主相提并论 依我看 普天之下 也唯有我家十一郎 能与郡主姻缘般配 大母已逼圣上亲自去欠她 她应了每月回程阳侯府用膳 今日必回来 真的 你为了他们重修父子情 不惜忍辱负重 这全都城中 最委屈的妇人便是你 我给你寻写秘方来 我给你寻写秘方来 你呀 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 有个依靠方式珍 多谢王妃 你也不必害羞 你不妨呀 多劝说侯爷 早日命令子盛娶妻生子 别整日在外打打杀杀的 你看看那何家 死的死亡的亡 有军功又如何 还不是舔着脸跟娄家结起 若世人都想着狗血偷生 那萧贼早就踏平都城了 诸位女眷也没命在此 非以他人的何事 子盛 在汝原王妃面前休得无礼 抢夺他人郎婿之人 还知礼数而辞吗 放肆 淳衣夫人唯你寄母 你竟如此羞辱他 当真是不孝子 老王妃 前些时日 在下被肾上罚了半年俸禄 您可知为何呀 你少威胁我 我又不是雍王 我没犯谋逆的罪 你还捅死我不成 老王妃说笑了 我何时说过要杀您 我想说的是 肾上公正严明 无论犯错之人是谁 有过必法 如今圣上希望 楼河两家联姻 此事已经板上钉钉 若再有人非议 那便是天下罪人 想必老王妃 也不想用一身融合 去拼这个罪名加身吧 子盛 今日汝阳王妃和豫昌郡主 特意要等你回来 一同用膳 我们不如边吃边说吧 不必了 在下没心思陪各位用膳 集合 是这么好的清晰 又是给退了 对咱们程家太不过了呀 阿母 这亲事退了 对程家 楼家都大有益处 为了你们的破名声 又是把这么好的亲事退了 知道吗 我看你是当官 当傻了 骨仓里的米 银箱里的钱 脚下的土地钻在手里那才是真的呀 阿母 都浑说些什么 我怎么浑说了 我怎么浑说了 鸟鸟 想下次瞎帽逮到死耗子 让不长眼的看上多难哪呀 你不知鸟鸟以后便不好再嫁了呀 这皇帝 你分明是欺负咱们家没人吗 噓噓噓 小心鸽香油耳 让人听去 诋毁圣上是要掉脑袋的 好好好 没有 我 我我我我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的孙女 也要掉脑袋吗 我 我 你不说 我不说 皇帝怎么知道我说什么 老夫人 家主 宫里来人了 真的赖抓我吗 我胡说的 我是我胡说的呀 我 宫里来人说些什么 说是圣上有旨 准家主和夫人 带上几位公子女娘 一起随行去屠高山祭典 太好了 娘娘退婚这几日正闷闷不乐呢 我正愁带她去何处散心 快 领我去信恩 家主夫人 公子女娘 怎么没请我呀 圣上没说请您 违抗圣旨 论罪当时 你可不笑嘴 上上没了 我说方才几天大典 怎么没瞧见你了 原来在这儿多懒呢 你都不知道 方才有多热闹 这圣上皇后岳飞 还有那些皇子公主们 咱们平时里见到见不着的贵人们 全都在 你怎么不去 我有些乏了 想回营章歇着 这难得出来一趟 我营章里多不划算啊 这班侯啊 在虎山背下了骑马射箭的场地 有吃有玩 我跟她又不认识 我不想去 班侯是想介绍自己的曾孙班小侯 给大家认识 这才邀请年轻的公子女娘们去玩 不过班侯也实在可怜 一家人啊 在战乱中家破人亡 儿女禁忧 五个孙子也都死了 这班家呀是唯一的血脉 被当成宝贝哥的一样看过来 这都到了可以遗亲的年岁了吧 还是第一次出远门 连都城里的路都不大任的 他也是满门英雄 与何昭君的身世倒有些相同 你提他干什么呀 这怎么 妻子 妻子 不如你去吧 我还是在这儿陪娘娘 陪 陪什么陪啊 不开心才应该找点乐子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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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去 去 你们快点 来 找找你做点 找找你做点 找你做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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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呢 把我这荷包拿过去 光瞧着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咱们来猜猜谁会赢 赢了的人 本公主重重有赏 你看 这五公主啊 出手飞势阔绰 这些皇子公主中 唯有她 是在大定天家后出生 加上是帝后妖女 故而皆是温柱 对了 她跟得亡灵十分清红 以后你见人了 快点闭着去吧 快点闭着去吧 赵公子重 五公主赏离百两 还有她身旁那个 那个呀 是三公主 乃是岳飞所处 她呀 最是贪财了 听说一出生啊 就被扔给舅父小岳喉叫呀 你看 这养了一身伤过俗气的 行 好 五妹 若是让母后知晓 你在祈福大典 这样的日子涉赌 会不高兴的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 何必那么紧张 再说了 宫中何人不知晓 除非手头不宽裕 又没让你出钱 瞧把你心疼 好像没见过世民似的 好 好 好